《茶》这片神奇的东方树叶 自古承载着中国历史和文化飘香世界 作为中国传统代课之道和标志性文化符号 《茶》也被习近平频频频带到 外交场合既茶会友又品茶论道 《茶》先简而中和 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 也是一个热爱和平的民族 耐客警察这是中华民族的耐客指导 为此预论和立川虹招待了印度的总理莫迪 2018年的春天 习近平同印度总理莫迪在武汉举行非正式会晤 与莫迪的茶序中习近平谈起 湖北宜昌的一种茶和印度还有合作 茶序外交 以别具一格的魅力 频频出现在APEC峰会 G20峰会 金砖峰会等重大国际多边场合 习近平主席多次与外国领导人一同茶叙 一杯清茶 成为传递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念的文化使者 茶字拆开就是人在草木间 2017年1月12日 习近平在同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进行冬日茶叙事 巧妙地拆解了汉字茶的含义 既道出了中华文化道法自然的真谛 也体现了中国人民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人身智慧 茶中传递出的和而不同的理念 开放合作的信号 我相信全世界都能体会到 200年前 首批中国茶笼就跨越千山万水来到巴西亚 种茶受益 中国是茶的故乡 英国则将下午茶文化发挥到极致 中国传统茶文化是一张呈现给世界的闪耀中国特色的名片 在众多外事场合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以茶饮题 以茶论道 在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 更加明确生动地阐释中国主张 正如中国人喜欢茶 而比利时人喜欢啤酒一样 茶的含蓄内敛和酒的热烈奔放 代表了品味生命 解读世界的两种不同方式 但是茶和酒并不是不可兼容的 既可以酒逢知己千杯少 也可以品茶品味品人生 品茶品味品人生 是习近平的经典茶语 也是他推崇高雅精神生活的写照 他把对茶的体会和感悟运用在外事活动中 使中国传统文人精神蕴含了时代要义 鸟鸟茶香跨越千年 海纳百川 与当地各民族文化相结合 世界各国人民因为茶 而拥有了一种共同的语言 文化在交流中融合 在碰撞中升华 在味蕾中共鸣 2017年首届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在京召开 两张海报 一张名为共饮一洪水 一张题作 每每与共和而不同 与语意深远 借中国茶文化 生动诠释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共同建设美好世界的主张 面向未来 中国共产党愿同世界各国政党加强往来 分享治党治国经验 开展文明交流对话 增进彼此战略信任 同世界各国人民一道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携手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 以茶会天下宾棚 以茶敬世界大统 习近平代客的那杯茶 富裕绵长 心相喜远之外 也让和而不同 和谐共生 每每与共的理念 得到彰显和传扬 感谢观看 未经许可多